世界在一個領域裡頭 有我們不熟悉跟不了解的地方 所以 我們以這個GOE的這個角度 我們要認識GLEE以外 我們透過這個CROSS 這個CROSS代表合作 我們也希望 我們可以跟這個GLEE一起合作 那所以今天的這個安排的這個課程 我們會先由這個葛魯均的博士 先談那個X 他說那個X是指數型的成長 意思就是說現在成長已經不是現形的成長 這個叫指數型的成長 所以他會告訴我們 世界現在會是一個什麼樣的狀況 所以他會介紹就是 已經在發生的 以及將要發生的這個世界 會是一個什麼樣的一個情況 那我會跟各位這個分享一下 我進行那天以後 一直在推的虛擬世界法規調試 這個部分 再次我跟我參加過那個 虛擬世界法規調試 可不可以舉手一下 好 謝謝 這個有幾位 那這個部分 就是希望針對這個虛擬世界 我們去做一些紡紙的盤整 然後再做一些這個紡紙上面的一個 一個就是推動 那 吉利畢的部分就會由唐鳳 這個來介紹這個吉利畢的這一塊 那唐鳳如果各位看手上介紹唐鳳的話 他們兩位都1981年出生了 民國70年出生了 那這個都非常優秀 因為我這個葛魯軍去美國這個奇典大學 這是唯一的一個去參加這個奇典大學的COVID 那唐鳳你看他如果是70年 現在是33歲 他現在是想現在退休的往 那我第一次碰到他的時候 他跟我說他退休了 因為他現在做了很多制風的這個工作 因為他已經創過30年 所以他的學歷是小學異業 小學異業 那在座如果有勞動部 我上次勞動部還請了好幾個科長 就跟唐鳳還有今天那個Tony Q也在 Tony Q也在 這個幾位都是大學沒畢業的 所以這次我請那個Tony Q 要到我辦公室 當這個基要這個人事處 這個人事處沒過 因為他只有高中畢業 所以這個沒辦法這個這個推動 所以我上次就跟這個人事處理 我們需要去跟那個全聚部講一下 我昨天看了前天開場會 全聚部的這個代表坐我旁邊 我也是跟他講 我說你學歷可能要考慮一下 因為聽說聽說現在在大學裡面 如果你大學念到畢業都沒有人找你創業 因為有點遜 所以好手都是才能畢業就已經被挖走了 所以我們各個相關部位 我們可能要來思考一下 學歷本身在未來的世界會是代表什麼 這個我想可能是有很多的面向 我們都應該去思考一下 這個世界真的轉變 這個轉變的過程裡面 我們要怎麼樣跟上這個轉變的這個 這個大車輪 希望我們一起讓我們的台灣 虛擬世界的台灣 比實體世界的台灣更好 好